Hello大家好,我是巴雷地宝,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啦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参加奇葩说第三轮比赛的情况吧 奇葩说欧洲海选,我有幸参加到了第三轮 我们一共是48强的选手,分为了好几个组 每组都是6个人,那我们这个6轮就是6遍 我们的题目选到的是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没有天赋,要转行吗? 我们抽到的是不要转,那其实对于一个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 对于这个题目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答的,可以使用一些自己的经验吧 而且在准备这个题目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小组啊 基本上每一两天就会开一次会,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每次的讨论呢,也对于我们这个深入这道题目的了解,给了很多的帮助 比赛对于每个选手来说都有两个环节 一个环节呢,就是需要准备三分钟的利论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需要准备两分钟的这个对抗环节 首先我要说一下我这个利论的环节吧 那既然我的稿子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没有天分,要不要转行?坚决不要转啊 我喜欢自己的工作,我要转行吗?为什么要转行呀? 钱不够多吗?作为一个背负着房贷的中年人呢 除非钱不够多,不然我是不会转行的 题目中啊,天赋这个词,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才遇到过 那个时候啊,唱歌跳舞弹钢琴,画画舞打学奥数啊 我爸妈可能听信了那些培训老师的谎话,觉得我要成为姚明、杨丽萍或者是武松 报名的时候都说我有潜力,结业的时候都说我很努力 钱花了不少,没有一门有天赋的 天赋嘛,上天的馈赠,DNA呀 没有的话,我也不好找我祖宗八代要啊 当然,我也是想要的,有了天赋多好呀 明天早上,我就可以指着老板的PPT说 嗯,钱写,没深度 然后呢,抢他职位,土鸡变凤凰 我也在佛前苦苦求了一整夜呀 希望一觉醒来,整个人都变得聪慧 可是并没有啊,明天肯定还是我老板指着我说 too low,too simple 现在这个工作我没有天赋 难道我换个行业,我就有天赋啦 丑小鸭能变天鹅,那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鸭子呀 作为换了N个工作的过来人 我要告诉大家,像我这种能力一般咯 到哪里都被老板骂呀 只是,有的老板骂我的方式 简单点,温柔点,工资好一点 这就是我喜欢的工作啦 现实让我想开啦 有天赋就是上天赏饭吃 没有的话,就只能辛苦赚饭吃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 平凡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 而且啊,有天赋的人我也不羡慕 那些所谓有天赋的 可能下午五点就干完活了 我这种没有天赋的可能要干到晚上八点 但是你以为那个有天赋的五点就下班了吗 你错了 老板会让他们陪着我们干到晚上八点的 注意团结啊 而且啊,有天赋的可能需要挑战那些高难度的任务 压力大,头发少 而我呢,吃得好,睡得饱 傻瓜有傻福啊 最后我要说,谁的青春不迷茫啊 知道自己喜欢傻,还找到他 也是非常的幸运啦 有天赋最好,没天赋拉倒 有没有天赋,都得努力 都是工作,都要委屈求全 换个行业,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委屈求全 那何必折腾自己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呢 经济独立,财务自由,不用工作 这才是我最终的梦想啊 顺便给自己做个广告 如果想知道经济独立,财务自由,不用工作的话 可以在我下面的链接找到我之前po的几个关于财务自由的办法 告诉大家如何提早的归口好自己的退休 相比我前两轮的比赛呢 这篇稿子花我的时间是花的更多的 而且是呢,我也是希望写的更加的一针见血一点 有些词呢,就是用的更加夸张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这稿子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OK的,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 比赛呢,除了这个三分钟利润的环节 还有两分钟这个对抗的环节 那对抗的环节呢,我之前已经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了 现场比赛的时候呢,对方给我提的那些问题呢 也并没有出现在我的射程范围之外 但是很可惜啊,就是我准备的时候 是因为可能是我的性格问题吧 因为我准备的嘛,一般都是自己如何去防御 而我没有去进攻对方 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不会去攻击对方的 所以呢,导致我这个辩论的环节我忘了 就是要准备问题问对方啊 所以导致我那天可能看上去会比较被动 虽然他问的问题我都答出来了 但是我没有去进攻对方 所以我觉得也是比较可惜吧 所以这次落选啊,真的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点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明年可能会好好的准备这个 问对方问题的环节 那这次呢,也是学习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啊 而同时呢,我们有小组讨论嘛 也认识到了更多的朋友 大家都在欧洲的不同的地方啊 当然高兴可以认识到大家 也知道大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 那不管之后有没有这个复活赛 或者是明年我会不会再卷土重来啊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三个星期的比赛 这个过程啊,我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朋友 也让更多人知道了 我这个巴黎地宝的频道啊 我就非常开心了 然后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嗯,我觉得整个比赛的过程呢 还是非常开心的 导演组呢,人非常的好 而且很负责 整个环节安排的也很紧凑 那不管怎么样吧 这次参加奇葩说欧洲海选 还是非常成功的对我来说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